大門鍋喔 大門鍋對不對 我感覺她很適合說大量的謊 對 她本身就是個謊對不對 安歆雅 嗨 大家好 為什麼覺得她容易說謊 因為她一聽到很在演 對 我覺得很會演的人 就很會說謊 是不是容易說謊 她真的有點誠實 她這是老師還是說謊 妳常常說哪樣的謊 我都是喜歡整人那種 譬如說我去看電影 明明的電影就很難看 會很想睡覺那種 騙人 我就說 我跟你講 超好看 妳一定要去看 打得很壞 這就是也是演技的一種 對 這也在模擬演技 但是我有騙過那個好朋友 把她騙到哭 就是她的前男友 可能交了新的女朋友 明明就長得很普通 我看到之後 我就會四處宣傳說 她的前男友交了女朋友好正 比她正100倍 然後她聽到她就哭了 好可憐喔 這是我們剛剛讓大家知道 這三個 最後一位 安心亞 到底讓人安心嗎 不安心啦 生命中總是有人 常在自己的身邊出現 只是你從未發現她的存在 那年的安心亞 就讀高中一年級 尚未談過戀愛的她 將想談戀愛的心情寫在株上 卻沒有想到 因此開啟她的出面之旅 妳在幹嘛 怎麼不走 沒有啦 選東西而已 怎麼這麼無聊 不然 走 去吃冰 好啊 走吧 終有一天 我的真命天子一定會出現的 未必有真実 欸 就車上多久再來啊 等一下吧 好像不錯耶 不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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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啊 跟母帝眼就喜歡人家了吧 你 差沒有咧 好啦 你出來啦 趕快去啦 好 掰 掰 切一爪那麼早就來了 打木槽早下就不然了 所以有點過來了 真命天子 那一定就是我啊 我還給你忙碌 愛情不用等待 請郭達0912-3657-655 真命天子 24小時等您來練 欸 今天塌下來耶 你今天沒吃到啊 幹嘛這樣 誰知道我桌上那個鞋子啊 啊 可惡 你是誰啊 幹嘛在我桌上亂寫字 這樣說不對吧 這桌子也是我的啊 是你現在我桌上寫東西的吧 就這樣 安西亞洩購了就讀夜間部 從未謀面的男主角 從一開始的討厭 到感覺到有趣 最後發現兩人 似乎慢慢喜歡上 這張桌子另一個主人 兩人於是開始幻想對方的長相 希望能夠遇到自己心目中的 白馬王子和白雪公主 她如果想關係一樣帥 那該有多好啊 她要是跟伊比一樣美就好了 她來了 妳來了 真的 真的存在嗎 還是這是我的幻想而已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 男生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我們見個面好嗎 星期六下午三點 我會在校門口公車站牌跟你 我會帶一朵玫瑰花落去 男主角突如其來的邀約 讓安心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她害怕自己萬一不是對方想像中的那樣 是不是會受到傷害呢 但是渴望戀愛的她 冬天還是決定赴約 就在兩人願定見面的這一天 突如其來的大雨 讓正在其中的大雨 車的校尾全身都淋濕 而安心雅也因此被困在途中 擔心趕不上赴約的時間 此時 校尾已經到了兩人相約的地點 但看了看公車站牌的人群 卻似乎沒有看見那位她所盼望的身影 於是她決定拿出兩人之間約定的信物 玫瑰花 希望會有人認出和上前相約 時間過了半個多小時 公車站牌的人群漸漸地散去 就在此時 安心雅終於出現 高了站牌 卻看到全身濕透的小尾 等小心翼翼的抹著眉月花等待 這舉動讓安心雅感到相當陌星 也相當不同 等很久了嗎 不會啦 好嗎 它已經那麼濕了 怎麼會先回去 我怕我手 我會找不到 而兩人終於在這一天見到彼此 這一股酸酸甜甜的感覺 這在安心雅心中胡斷地蔓延 她終於明白 原來這就是出現著性感的滋味 不能說的秘密 真實版 日夜間布版的 日夜版 在你們寫字傳情這一段時間 你都沒有想找機會去偷偷看她長什麼樣子嗎 因為她在夜間布比較晚 那時候我不會等到這麼晚 對 那時候放學她們就會感人了 所以才刺激對不對 對 你看那個 哇 多爽 對 又可以看到她寫什麼 就是每天去學校都很期待桌上 有沒有多一排字 寫滿了啊 高層啊 我們自寫很小 自寫很小 也不能寫太大 老師也會看到 對 對不對 沒想到除了李萬一 蔡安心亞之外 其他人都投給大園 究竟這三位宅男女神當中 誰的出了故事是假的呢 倒數五秒請開始 5 4 3 2 1 就是她 安心亞小姐 還不噴啊 還不噴啊